畫面中的女子 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先生 手上還吊著點滴 看似是病人 但其實是裝出來的 這名男子根本沒有病 只是假借生病住院 趁機偷走其他病人 或家屬的財物 光是現金部分 三天住院期間 就得手至少4萬 還在醫院內的商店 竊取商品行徑相當大膽 被害人報案後 警方巡線找到這對鴛鴦大道 冒用他很身分 去做這個住院的動作 然後總共住的是三天 然後就在這三天裡面 利用住院的時機去刑竊 匡稱自己生病 又假冒他人名義自費住院 不但三天的住院費用 全部沒付 期間太太還推著先生 到處竊取他人財物 證據卻坐下 被警方依法偵辦 記者觀賞 徐漫家 台北報導